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恭喜你 謝謝 籌備了多久 都幾個月的了 因為首先求婚的地方 又不在香港 是在泰國那邊 跟著就是剛巧我和我老婆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 叫我泰國的朋友去幫忙 去籌備一下 這個驚喜她的 成功 都十辣九品的 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不是十辣九品 最起碼最後她說 願意的 就OK了 之後有沒有什麼留言給你 覺得你這次的表情如何 她覺得非常之厲害 因為 因為 她經常都看一些 有關於結婚的東西 一些 開心的結婚 她給了很多 之前給了很多意見 想不到她說 我會用了這一招 令到她 非常之開心 甚至最重要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周董環 我已經叫了 我已經 已經拿捏了 被你拿捏了 我很急的 因為我年紀比她大 所以我反而比較急 終於可以搞得出了 金金是否趕著做人 你講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 這個月 經常都在想這件事 因為我妹妹 幾個星期前 就生了一個兒子 我做了舅父 當我看到我兒子的時候 我就有莫名的一種感動 流下眼淚來 那種感動 一個小生命 終於誕生了 所以令到我更加想 快點快點去 生小朋友 其實 你有沒有跟老婆 親過這件事 她說想 可能一兩年 大家 二人世界先 但是 緣份 我看看緣份到時候 會不會 push一下她 會不會 push一下她 push一下她 沒有什麼特別push 始終 做事 對呀 剛巧 今年其實真的非常好年 我妹妹又生了小朋友 我自己又 求婚成功 最緊要最緊要就是 一母傾成 這部電視劇 正式上映 還有 非常之多謝台前播 其實真的要 講這部劇 真的要多謝TVB 多謝樂小姐 多謝禎哥 還有鍾世宏導演 給我一個機會 去擔任這個角色 給我參與這件事 因為 如果不是 對呀 都是 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 還有一個人要多謝 當然是我老婆 因為 拍這部劇之前 有個小風波 我在香港 的時候 就 踩這個越野單車 接著就 跌斷手 跌斷腳 但是 做完手術 之後的十天 其實就要去內地 拍這部劇 那我其實是 不知道怎樣拍得到 因為 又 閉著 手又動不了 基本上 連我平時洗澡 我都要人幫的 但是我老婆說 喂 有這麼好的機會 公司給了這麼好的角色 我 是吧 逼著都要上去 那OK 我就聽她說 我就 衝了上去 拍這部電視劇 那 基本上 都要多謝台前幕後 去遷就我 因為 知道我有傷 她把我的拍攝期 可能退後一點點 令到我的傷勢好一點 那麼 最後 大家都是 非常幫忙 很多台前幕後 演員們 有些幫我穿衣 因為那時候 簡直是誇張到 雙手都舉不到 對 接著 穿衣都要 很多演員 男演員 不要誤會 男演員幫我穿衣 所以都 好多謝 各位兄弟姐妹 太太那邊又怎樣 做回自己的傷勢 還是說 安心做回小奶奶 甚至 在你身邊服侍你 照顧你 好像說到我的老爺 在身邊服侍 現在方便 現在OK 是那時候 真的 因為太太她 真的很多 日常的照料 都是她幫忙 所以令我 非常感動 那 接下來 工作 希望更加多的工作 更加多的機會 因為 草老婆本 還有 希望太太的生意 越來越好 因為她做一些 健康食品 一些瘦身食品 的生意 所以 越來越好 生意輕勞 謝謝 謝謝